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辽宁来聊一下辽宁的清训队 应该说这几天关于辽宁清训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好消息传来 像清训队当中备受重要的后卫刘金宇 包括清训队的主教练岳鹏飞 直接去拉着7人的大名单 集体投奔了广州队的郭世强 对于辽宁清训队来说可以说是损失惨座 其实这些年辽宁清训队被人挖人 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新闻了 以前的话就像咱们前面视频当中提到过的 类似于像周鹏、王世鹏这些人离开辽宁清训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天赋 在当时他们那一批拳人当中算不上是最顶级的 但现在被挖走的类似于像之前的周期 包括现在的刘金宇 可以说在他们的这一届圈中 这是属于最顶尖的人才 也就是现在别的球队从辽宁清训队挖人 已经从挖一些辽宁队不要的边角料 变成了挖绝对主力核心了 这样如果说继续流失下去的话 对于辽宁篮球的未来是相当不利的 看看以前风光无限的辽宁足球 再看看现在的辽宁足球 对吧 可能辽宁篮球的明天未必是那么的辉煌 那现在李鸿庆也已经是意识到 清训队的重要性了 已经开始积极的组建自己的青年队 而且这种年龄的分层是非常的惊喜化的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清训队 这样的话呢 对于群员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将会有更加有利的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辽宁清训不仅是被人挖走的 挖空的现象是比较严重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 你原本留下的是被你看作更好的那批群员 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或者是成长前景 也不如被人挖走的那批你看不上的群员 也就是说辽宁清训对现在的问题 不仅仅是你留不住人才 即便是你勉强留下的这些顶级人才 你也培养不出来这个其实辽宁新训队更加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辽宁南篮本身是中国篮球的第一大人才宝库 三分之一的球员CBA里边都是来自于辽宁队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比起挖人他们如何去培养留下来的人更加重要 因为你的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即便是被人挖走你还是能够留下一些不错的苗子 那这些苗子怎么去成长呢 对吧 那近期的话呢 辽宁南篮又重新集结了一个60人的清训名单 这些群员大部分都是12岁左右 基本上是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定向的培养 我们也非常明白了 这个青年队跟年轻群员签约就是从12岁开始的 所以说这60人目的也是非常明显 辽宁队就是希望能够锁定这些优秀的清俊苗子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尽快的将他们的合同转成体制内的 要不然像周期刘金宇这样的情况就会频繁的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周期和刘金宇之所以在合同期到期之后 能够拍拍屁股自己走人 就是因为辽宁始终没有将他们转成体制内的合同群员 所以说他们可以免费走人 这一方面的话需要辽宁队想办法把他们拉到体制之内 另一方面的话还需要展现出更多的诚意来 对吧 比如像周期当年为什么他选择去新疆 不仅仅是因为新疆队给的钱高 事实上辽宁当时第一次给他的报价 比新疆队低了只有新疆的五分之一 对吧 但是的话呢 其实周期已经同意了 只是辽宁一看 你周期这个价格都能答应 那我继续再一次压价 看你周期能不能答应呢 结果出尔反尔 违反了之前的口头承诺 继续想把价格继续压低 结果导致周期愤怒的出走 所以说辽宁清训队 除了说要保住自己的优秀苗子之外的话呢 用更好的培养方式来培养这些优秀的群员 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诚意 对吧 舍不得孩子你套不着脑 有些好苗子 你的确是要给人家一定的经济补偿的 你不能总给人家去讲情怀吧 是吧 你给人家一百万 人家外面给他一千万 你凭什么用情怀把人家扣住人家 谁打篮球不是吃青春饭的 你这个价码跟外面差的太多 你也没有资格用道德去绑架人家 所以说这批好苗子留下来 辽宁队肯定要去好好的培养 好好的留下 同时的话呢 我们知道现在辽宁队的内线 遭遇了比较大的危机 韩德军的话 守主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而这个辽宁队自己培养担的中风 刘燕宇尽管说 身体素质精彩天赋非常出色 但是看了群演会的比赛之后 大家都能够明白 这个人目前根本打不了CB 那么我看到这60人当中 在测完古林之后 有4人未来身高能够达到2米15的 所以说 这些比较不错的优质的内线 尤其是身高避诊都很不错的 这4名高塔区员 一定要让辽宁队好好地去进行培养 未来的话可以补充内线的一个真空 蒜头是比较快乐的